考生必须掌握到靠队 谈到这个靠队 后边讲到上市公司收购和重大责战重组的时候 跟这个靠队可以有效结合 所以这个靠队 不管是八个型号还是七个型号 都是考生必须掌握到靠队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一问题 发行对象 现在第一条 发行对象是不超过35名 小于等于35名 即认购并获得本次费外发行股票的法人 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 不超过35名 这个数字肯定需要记住了 再看第二点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其管理的两只以上产品 认购的 它是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谈到这个问题 大家必须清楚 去年筑块考案例分析体 就考的这个问题 说一个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 以及管理的三只产品 认购的这种情况下 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再看第三条 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 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这个也需要盯住 然后第四条 发行对象为这个境外战略投资者的 必须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 再看第二问题 发行价格 第一条 这个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80% 这个发行价格是大于等于20均价的80% 这个定价基准日 一般为本次费款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 这个发行价格必须记住 然后再看一下第三锁定期 锁定期包括两种情况 6个月和18个月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18个月的锁定期 它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 提前确定全部发行对象 且属于下列情之一的定价基准日 可以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或者发行期首日 认购的股份 则发行结束之期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一条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但第二点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取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投资者 什么叫实际控制权 但后边讲上市公司收购会专门讲 但第三 董事会你引入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锁定期18个月 而且呢 这个定价基准日是三选一 什么意思呢 由这个定价基准日 一般情况是发行期首日 但什么情况三选一呢 如果针对这三种情况 这个定价基准日 它可以是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 或者是发行期首日 然后看一下 除了之外 锁定期六个月 而发行对象属于上市清之外的 上市公司应当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 按照规定 以竞价方式确定发现价格和发现对象 发现对象 认购的股份 则发现结束之期 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 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它肯定考的是这个18个月 什么情况下 这个锁定期18个月 这大家无论如何 必须记住 但第四条 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像第一条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但第二点 上市公司的权益 被控股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 严重损害 且尚未消除 例如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并且尚未消除 第三条 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违规对外提供担保 且尚未接触 讲到这个点 大家需要清楚 这个上市公司 什么叫违规对外担保 咱们第六上讲过 1357政策 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需要盯住的什么呢 如果上市公司 这个公开发行 普通股 公开发行 它用的是呢 最近12个月内 只要存在违规担保 就算你改正错了 只要最近12个月内 干过坏事 照样构成法定障碍 但是呢 如果是非公开发行 毕竟条件要松一点 什么意思呢 他说上市公司 违规对外提供担保 干过坏事 如果已经改正错了 昨天改正错了 今天就算好孩子 就可以非公开发行股票 如果干过坏事 是尚未解除 才构成法定障碍 所以这两种情况 大家需要清楚 但第四条 是现任董事高管 最近36个月内 受到中国政家会的行政处署 或者最近12个月内 受到证券交所的公开签击 讲到这个问题 大家需要盯住什么呢 如果是这个公开发行 他用的是这个现任董建高 这个上市公司现任董建高 说最近36个月内 受到中国政家会行政处罚 或者最近12个月内 受到证券交所公开签击 他的范围是现任董建高 但是非公开发行呢 他用的标准是现任董事高管 不包括监事 然后第五条 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国内人员 因涉嫌犯罪 正被司法机关练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正被中国政家会练调查 不管是公开发行 还是非公开发行 这个规定是一致的 然后第六条 最近一年 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被驻到会计师 出具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但是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 已经消除 或者本次发行 涉及重大重组的处案 讲到这个问题 大家需要盯住 如果是公开发行 他用的标准是最近三年 及最近一期的审计报告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这个黑三类 肯定不行 将构成法定障碍 再看非公开发行 他这个条件会松一点 他用的时间标准 是最近一年 及最近一期的审计报告 就算被出具了黑三类 一般情况不行 但是什么情况可以呢 他要活口 如果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 已经消除 或者本次发行 涉及重大重组的 照样可以 这是关于这个法定障碍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表7到4 盯住呢 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 它的区别 首先第一个 违规担保 公开发行 指的是 只要你最近12个月内 干过坏事 就算改正错了 也不行 你照样的学过反思12个月 只有最近12个月内 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 才可以公开发行普通股 但是非公开发行呢 你干过坏事 只要昨天改了 今天就算好孩子 就可以非公开发行 如果干过坏事 至今尚未解除 医治坏孩子 那肯定就构成法定障碍 然后第二个区别 是关于这个12个月 和36个月的问题 前面解释过 公开发行 他的范围 针对的是现任董江高 非公开发行 是现任董事高管 不包括监事 第三个区别 审计报告 讲黑三类的时候 公开发行 是最近三年 几期 非公开发行 是最近一年 几期 说就算被出具了 那个黑三类 公开发行 肯定不行 非公开发行呢 什么想可以呢 重大影响 已经消除 或者本次发行 涉及重大重堵的 照样可以 所以这几个区别 大家需要清楚 看一下第五条 股东大会决议 第一点 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 应当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以上通过 这是股东大会的 特别决议 需要经过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 三个以上通过 事没完 看第二条 本次发行 涉及关联股东的 必须回避表决 什么叫关联股东呢 是这 董事会举意 与确定为 本次发行对象的股东 及其 关联人 这句话 祝贺19年 曾经考过 案例分析体 什么意思呢 说假设上市公司 这个A 它是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 上市公司 向控股股东 非公开发行 这个八千万股 就是定向增发 定向增发 非公开发行 在这种情况下 A这个股东 它必须回避 回避之后 该事项 有出席股东大会的 其他股东 所持表决权 三个以上通过 就可以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让我们再举个案例 这是2023年 3月29号 前两天 刚刚发生的 说有储银行 披露 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发行结果 中国移动集团 赤资450亿元 全额包揽 说明非公开发行 它的发行对象 只有一个 发行价格为6.64元 但是它的发行价格 是不能低于什么呢 不能低于20均价的80% 说本次定增之后 中国移动集团 占发行之后 有储银行总股本的 6.83% 有储银行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 邮政集团 未参与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持股比例 有67.39% 被动稀释到 62.78% 这是非公开发行 这个Code 咱们说过八个型号 大家必须清楚 但是后边咱们讲收购和重赌 会不断的讲 好笑看第三单元 优先股 将三个Code 第一个Code 优先股的发行 三个型号 第一问题 发行主体 想按第一条 只有上市公司 和非上市公众公司 可以发行优先股 什么叫非上市公众公司 咱们后边会专门讲 再按第二条 上市公司 可以公开发行优先股 也可以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而非上市公众公司 只能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这点大家需要清楚 讲到这个Code 去年祝快 考过一个单选题 根据规定 销利企业中 可以非公开发行 优先股的是什么 谁可以非公开发行呢 一个是上市公司 第二是非上市公众公司 还选A 有限合伙企业 不行 选B 有限责任公司 不行 选C 非公众 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的股份有限公司 也不行 选D 非上市公众公司 可以 选D就可以 大家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发行优先股的一般条件 第一个条件 公司已发行的优先股 不得超过公司普通股股份总数的50% 是不能超过50% 并且筹的金额不能超过发行前净资产的50% 以回购转换的优先股 以回购转换的优先股不纳入计算 这两个50%这是住快考生无论如何必须记住的 第一个是发行数量不能超过50% 第二是筹的金额不能超过发行前净资产的50% 前面讲配股 配股的话 十倍三不能超过30% 等第二条件 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辨利润 应当不少于优先股一年的 股息 这个股息 它可以让你计算 例如发行这个100个亿优先股 固定股息率如果是6% 一年的股息就6亿元 第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应当符合公司章程及中国政将会的有关监管规定 再看第四条 审计报告的问题需要区分两个层次 第一公开发行邮箱股 最近三年财务报表被驻的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应当为标准审计报告 或者带强调十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这个审计报告 这一块二选一 这是可以的 你可以是标准审计报告 也可以是带强调十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但是黑三类行吗 黑三类是绝对不行 但第二层次非公开发行邮箱股 他用的时间标准是最近一年财务报表 被驻的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非标准审计报告 非标准审计报告指的是那四个类型 除了黑三类 再加一个带强调十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总之如果是非标准审计报告 肯定不行 所涉及事项对公司无重大部力影响 或者在发行前重大部力影响 已经消除照样可以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谈到这个审计报告的问题 大家首先需要清楚 如果是首发 首发的话 那肯定必须是标准的审计报告 必须是标准审计报告 但是呢 如果是增发 增发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怎么去处理 两个层次 公开发行 还是非公开发行 我们看 如果是公开发行普通股 他用的是最近三年 即公开发行邮箱股 用的是最近三年 只要被出具黑三类 肯定不得公开发行 再看一下非公开发行 如果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他用的标准是最近一年 即最近一期 就算被出具黑三类 但重大部力影响 已经消除 或者本次发行 设计重大重组的 照样可以 如果是非公开发行 邮箱股 用的时间是最近一年 就算黑三类 所设计事项 对公司 有重大部力影响 或者在发行前 重大部力影响 已经消除的 照样可以非公开发行 所以这个审计报告的问题 大家把这个表 需要仔细去看一下 再看第五条 上市公司 同一次发行的优先股 条款应当相同 每次优先股 发行完毕 且不得再次发行优先股 再看第三 上市公司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发行优先股 这是法定障碍 先看第一条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但第二条 最近十二个月内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 对于这个问题 大家需要做么清楚 因为前面我们讲到 首发跟增发 不管是公开发行普通股 还是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的时候 我们讲过一个 十二个月和三十六个月 你需要搞清楚 这个十二个月 他讲的是什么呢 是最近十二个月内 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签责 然后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呢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但这一块 他讲的是什么呢 是最近十二个月内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而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一个特殊的规定 然后第三 因涉嫌犯罪 正被司法机关连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正被中国证监会连调查 如果上市公司存在该情形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肯定的是不能发行普通股 也不能发行优香股 然后第四条 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 严重损害 且尚未消除 然后第五条 上市公司 积极附属公司 违规对外提供担保 且尚未接触 第四条 第五条 跟什么差不多呢 前面讲 主板上市公司 什么情况下 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 那讲的是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如果有这些情形 它是不能够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也不能发行优香股 第六条 存在可能严重影响公司 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 仲裁 市场重大质疑 或者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 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 和账上规定的认知资格 第八 严重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 和社会公立的其他情形 这是什么情况下 不得发行优香股 讲到这些问题 特别是这个第二条 这个第二条 大家必须记住 然后第四条 第五条 你不可能记不住 大家看第二个考虑 是上市公司公开发行优香股 这个考虑三个型号 或者八个型号 这是注快考生 无论如何 必须清楚的考虑 因为上市公司 可以公开发行优香股 也可以非公开发行优香股 现在我们讲的是 公开发行优香股 现在第一问题 上市公司公开发行优香股 应当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就什么情况下 它才可以公开发行优香股 像第一种情况 其普通股为上证五零指数 成分股 第二条 以公开发行优香股 作为支付手段 收购 或者吸收合并 其他上市公司 什么意思呢 A公司和B公司 都属于上市公司 合并之后 变成A公司 这是吸收合并 第六上讲过 那这时候 这个A上市公司 吸收合并 B上市公司 你需要向B上市公司的股东 假如需要支付一笔钱 在这种情况下 A上市公司 就可以以公开发行优香股 作为支付手段 来吸收合并 其他上市公司 这是可以的 但第三 以减少注册资本为目的 回购普通股的 可以公开发行优香股 作为支付手段 什么意思呢 A这个上市公司 那么什么情况 可以回购本公司股份呢 第六上讲过 包括六种情况 其中第一条 为减少注册资本 可以回购 本公司股份 那么回购的话 说需要支付 支付呢 40亿的现金 也没那么多钱 怎么去处理呢 是可以公开发行优香股 作为支付手段 或者呢 在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 可以呢 公开发行 不超过回购减资总额的 优香股 说当时 回购减资总额 掏了40个亿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公开发行 不超过40亿的优香股 这是跟减少注册资本 相结合 跟第六章 相结合 前面说过 如果是减少注册资本 可以回购股份 但是回购的股份 需要在10天内 注销 10天 还是6个月呢 减少注册资本 这是在10天内 注销 但第二问题 上市公司公开发行 优香股的特殊条件 上市公司公开发行 优香股 除了应满足 发行优香股的 一般条件之外 一般条件 前面讲过 两个50% 除了满足一般条件之外 还应当满足 以下条件 第一个条件 上市公司 最近三个快捷年度 应当连续引力 算净利润的时候 扣费之前 跟扣费之后 进行比较 哪个数小 用哪个 跟前面的规定 是一致的 但是最近三个快捷年度 应当连续引力 但第二条件 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 优香股 公司 及其控股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 最近12个月内 应当不存在 违反 向投资者做出的 公开承诺的行为 大家需要清楚 上市公司 不管是公开发行 普通股 还是公开发行 优香股 如果上市公司 这些控股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 最近12月内 如果存在着 违反向投资者 做出的 公开承诺的行为 有失信行为 这种情况 都构成 法定障碍 然后第三条 除了上述 不得发行 优香股的情形外 上市公司 最近36个月内 因违反 工商 税收 土地 环保 海关 法律 限量法规 或者规章 受到行政处罚 且情节严重的 指的是 最近36个月内 有重大违反行为 不得公开发行 优香股 如果上市公司 最近36个月内 有重大违反行为 也不能公开发行 普通股 这点需要清楚 再看第三条 上市公司公开发行 优香股 必须在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事项 包括四条 这四条 是需要考生 说梦话 都需要会说的 不要求会默契 说梦话会说 就可以 第一 是必须采取 固定的股息率 注意前提 是公开发行 优香股 它是必须采取 固定股息率 不能是浮动 股息率 再第二条 在有可分配 税后利润的情况下 必须向优香股股东 分配股息 第三 未向优香股股东 足额派发股息的 差部分 必须累计到下一个会计年度 第四 优香股股东 按照约定的股息率 分配股息后 不再同普通股股东 一起参加剩余利润分配 你不能分两次 看这几次 优香股股东的权利 主要是优先分配利润 和优先分配剩余财产 在利润分配上 优香股股东 按照约定的票面股息率 优先于普通股东 分配公司利润 分配公司利润的时候 优先股股东 肯定是优先于普通股股东 而且这个公司 必须以现金的形式 向优先股股东 支付股息 你不能说 说没现金了 发冰棍 这不行 在完全支付约定的股息之前 不得向普通股股东 分配利润 这什么叫优先分配利润 咱们举个例子 再消化一下 说根据规定 下列各项中 公开发行优先股的上市公司 应当在公司章程中 于明确规定的是什么 选A 由可分配税后利润时 普通股股东 与优先股股东 同时分配 是同时分配吗 肯定不是优先股股东 现分 再看选B 优先股股东 按约定股息率 分配股息后 同普通股股东 依据参加剩余率分配 分两次 肯定不行 选C 为向优先股股东 作派发股息的差部分 累计的下一个快捷减度 必须累积到下一个快捷减度 这个说法正确 选D 说约定浮动股息率的浮动范围 能浮动股息率吗 既然你是公开发行 必须采用固定的股息率 所以这个题 只有C 说法正确 选C就可以 讲到这儿呢 我们需要给大家总结一下 因为上市公司公开发行 优箱股 这是考案例分析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掌握到考底 因此 咱们去处理 说前面讲的东西都记住最好 但你防守的底线是什么 前提是呢 公开发行 这个优箱股 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两个百分之五十 发行数量不能超过 普通股 股份数量的百分之五十 并且筹的金额是不能超过 发行前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 这两个百分之五十 无论如何 要记住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是最近三年实现的平均可分辨利润 不能少于优先股 一年的股息 第三个条件 是关于这个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的话 既然考的是公开发行 它用的是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 这个审计报告呢 注意是二选一 它可以是标准审计报告 也可以是带强调十项段的 五保了意见审计报告 这个需要清楚 这是前三个条件 实际不管是公开发行 还是非公开发行 都需要满足这个条件 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公开发行 公开发行要满足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连续盈利 连续盈利 它没有说累计超过多少 连续盈利就可以 再看一下 还有四条 哪四条呢 既然你公开发行 在公司章程中 必须明确规定四个事项 其中第一个事项什么呢 必须采用固定的国际率 这是上市公司公开发行优先股 至少这几个条件必须清楚 这是一个考点一个考点的去消化 大家看第三个考点 优先股股东的表结权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什么情况下恢复表结权 如果公司累计三个会计年度 或者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未按约定支付优先股股息的 公司不够意思 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美股 优先股股份 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表结权 这是什么情况下必须恢复 再看一下 这个第二问题 优先股股东权力的限制 除以下情况外 优先股股东不出席股东大会会议 所持股份没有表结权 反过来说 什么情况下就享有表结权呢 包括四种情况 第一是修改公司章程中 与优先股相关的内容 第二条 依次或者累计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超过10% 这一块是超过10% 第三公司合并分离解散或者变更公司行事 第四发行优先股 这四条考多选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清楚 前面第六章 曾经讲过这四条 说什么话都需要绘书 而且他恢复表结权 那这种情况下 他行事表结权了 对这四个事项 怎么进行表决呢 分类表决 第六章讲过分类表决的问题 第三相关条款的适用 说计算股东的持股比例时 仅计算普通股和表结权恢复的优先股 其中包括当然不限于这几种情况 第一临时股东大会的招可条件 谁给提招开临时股东大会 说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10 算10%的时候 仅计算什么呢 普通股和表结权恢复的优先股 如果你这个是优先股 表结权没有恢复 那么算它吗 是不算的 再看第二处 谁可以向这个提出临时田 向股东大会提出临时田 单独或者合计 大约等于3%的股东 提前实贴提出临时田 算这个3%的时候 仅计算什么呢 普通股和表结权恢复的优先股 然后再看第三处 第三处的话 在后面马上会讲 比如讲到这个 如果投的者通过证券交所的证券交易 到5%的时候 这是持股大户 包括制度 算5%的时候 它只计算什么呢 只计算普通股和表结权恢复的优先股 如果你是一般的优先股 没有恢复表结权 那么计入是不计入 所以这个大家要想清楚 什么情况算呢 什么情况也不算 它仅计算普通股和表结权恢复的优先股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再啰嗦 那么讲到这的话 优先股的问题讲完了 好 下来看第四单元 公司债券 那么这个单元非常重要 考点也比较多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考点 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这是两个型号 或者三个型号 像第一条 根据财产状况 金融资产状况 投资知识和经验 专业能力等因素 公司债券投资者 可以分成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专业投资者的标准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去执行 实际咱们第一单元讲过 这个投资者分成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划分的标准呢 四个因素 第一个财产状况 然后第二个 进入资产状况 第三投的知识和经验 第四是专业能力 再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发行人的董江高 及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 可以适同是专业投资者 是适同专业投资者 参与发行人相关公司债券的认购 或交易转让 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仔细强调一下 要在这本书里边 讲到5%的股东 99%的情况下 它都是大于等于5% 只有这一块 只有这一块 是超过5% 所以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它是超过5% 就发行人的董江高 也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是超过5%的股东 可以适同专业投资者 再和第二个考虑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要讲公司债券 前面说过 包括那两个类型 第一个是普通的 公司债券 然后第二个是科转债 如果是普通的公司债券 又分成这个公开发行 和非公开发行 如果是公开发行 又分成 到底是向普通投资者 还是向专业投资者 所以这个大家 把大方向向搞清楚 但如果是科转债呢 科转债的话 又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一般的 这个科转债 然后第二个 是分离交易的科转债 什么叫分离交易的科转债 后边会讲 注意咱们现在讲的是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讲这一块 像第一个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一般条件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 三个条件 第一具备健全 且运向良好的组织机构 但第二点 最近三年 平均可分别利润 足以支付公司债券 一年的利息 那么这个条件 必须记住 但我们前面讲到 如果是这个公司 发行优先股 它的发行条件 是最近三年的 平均可分别利润 足以支付优先股 一年的股息 然后第三 是国用规定的 其他条件 这是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 一般条件 再看一下第二条 是像普通投资者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我们看这特殊的条件 看这规定 说自信状况 符合以下标准的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专业投资者 和普通投资者 可以参与认购 指的是 如果是向普通投资者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满足的特殊的条件 像第一个条件 是发行人 最近三年 无债无约 或者吃烟支付 本息的事实 第二条 发行人 最近三年 平均可分别利润 不少于债券 一年利息的 1.5倍 什么意思呢 公开发行的 一般条件 说只要呢 不少于 公司债券 一年利息的 1倍 就可以 但是呢 如果是像 普通投资者 这个公开发行 他是不能少于 这个公司债券 一年利息的 1.5倍 说明这个公司 他的资金状况 要比较好 特别好 才可以向普通投资者 公开发行 咱们第三个条件 发行人 最近一期末 净资产规模 不少于 250元 在这本书里 只有这一处 有一个250 把250 记住 然后第四 说发行人 最近36个月内 累计公开发行债券 不少于 三期 发行规模 是不少于 100亿元 这两个数字 去年筑块 考案例分析体 就曾经考过 因为这个考点 是去年教材 进行重大调整的地方 所以去年考案例题 就考到 这个第四条 大家来看解释 为达到 上述规定标准的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仅限于 专业投的者 参与让购 什么意思呢 如果没有打到 上述标准 那只能是 有专业投的者 参与让购 普通投的者 就不行了 再看第三条 存在 下列情之一的 不得再次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第一 对于公开发行的 公司债券 或者其他债务 有违约 或者 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 且处于 继续状态 但第二条 违反证券法规定 改变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所募资金用途 大家看 第四个问题 募集资金的用途 先按第一条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募集的资金 必须 按照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 所列资金用途使用 改变资金用途 必须经 债券持有人会议 做出决议 它类似于 说这个上市公司 发行股票 如果想改变 招股说明书 所列资金用途 必须经 股东大会 做出决议 那么现在 你发行公司债券 想改变 资金用途 必须经 债券持有人会议 做出决议 再看第二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募集的资金 不得用于 弥补亏损 和非生产性 支出 不能用于 弥补亏损 前面 第六章讲过 资本供给金 资本供给金呢 不得用于 弥补亏损 咱们第五 注册制 肯定是注册制 简单第一条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由证券交易所 负责受理审核 并报中国证监会 注册 证券交易所 应当自受理 注册申请文件 之期 两个月内 出具审核意见 中国证券会 应当自证券交易所 受理 注册申请文件 之期 三个月内 做出统一注册 或者 不议注册的决定 看到这儿呢 大家盯住两个问题 第一个 证券交易所 它出具的是 审核意见 然后中国证监会呢 做出统一注册 或者不同意注册的决定 这是第一个 谁出具审核意见 是由证券交易所 出具审核意见 然后第二个问题 这个两个月 和三个月 都从哪开始计算呢 是从证券交易所 收理 注册申请文件 之期 开始计算 它的起点 是一样的 第二个数字 可能需要记住 但第二点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可以申请 依次注册 分期 发行 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决定 自做出之期 两年内 有效 两年的时间 必须记住 发行人 应当 在注册决定 有效期内 发行 公司债券 并自主选择 发行实例 第三 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 目击说明书 有效期 六个月 这六个月 从哪开始计算呢 是从最后 最后签署之期 六个月内 有效 前面我们讲过 招股说明书的 有效期 也是六个月 从哪开始计算呢 是从最后一次 签署之期 计算 它的规定 基本是一致的 在第六条 公开发行的 公司债券 应当 在证券交易场所 交易 什么叫证券交易场所 包括两个 第一个 是证券交易所 然后第二个 是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系统 这个交易场所 大家需要清楚 好 关于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